当日我们是有一个清晰的法律基础 而是动用这个紧急法做这个工作 过去这二十几年 在回归以后 都时常受到法律的挑战 我们每一次都是尊重法庭的裁决 然后继续以司法的程序来处理 目前这个情况由于法庭都未作出任何的命令 然之上早 因为这个影响的都挺广泛 因为已经直接影响到香港政府 以后在有危害公安这些情况下 还可不可以用紧急法呢 我认为这一点是应该尽的 这一点是应该尽的 因为这种软件能是一直是个硬的 我现在也会尽的 这种要求 好了 自己有一个目的 就是有一个